Hello 各位教掌好 我們剛才和校長剛剛開完會 現在了解 11日上學8月16日下星期一的時候 情況是怎樣 早上8時最早8時20分 這些集會開完 現在我們在看這裏 是Startan街 現在看這裏是Startan街 Clay街 對面是環保醫務中心 現在你上斜路的時候 你會經過這些閘 接著你會在地上有一個腳印 然後有很多紅色一點點 最直接的方法 一連班就是進這個閘 你會看到這幅牆畫 進去之後 第一天你可以和小朋友進去操場 他們慣了一兩天的時候 最好不要進來 因為不想操場太多人 尤其是現在疫情 下來了之後 他們就會在遊戲架 這地方 一連班 二三連班都會在操場上排隊 但是 他們會在那邊 很遠那邊 OK 這是最直接的方法 到第一天上學的時候 這些牆壁 就會有一些指示牌 告訴你哪一班牌 我們有六班的一連班 送他們來上學的人 要知道我們的房間號碼 我們的房間號碼 是B101 B101 B101 你會看到 例如這個 這個是去年剩下來的 寫著B102 前年剩下來的 B102 你會看到 我們應該排隊就是這裡 現在太早年會脫 我們叫大人幫小朋友 找到牌之後 就在這裡排隊 他們也可以在遊戲架裡玩 要大人看著他們 因為怕不安全的時候 是多人的時候 OK 現在就和大家看第二個方法 送小朋友上學了 如果你想小朋友 在學校吃早餐的話 同樣都是8點20分 這個入口也是Klay街的 是Klay街的 我們就是剛才 說到這個入口 然後你就跟著這些紅色點點 繼續走 然後就走到上去 你和小朋友走的時候 或者公共和小朋友走的時候 就一定要牽著手 因為來到這裡 很多時候會有車出 出入 就不要拖著它 有時候很多次 看到小朋友 在下面斜樓 一次墊這樣 飆上來 是很危險的 這個就是第二個方法可以進去 這個就是 8點20分之後就會開的 小朋友呢 就可以下去 然後就進去裡面 吃早餐 去探訪 那裡 如果你們是開車送小朋友的話 這裡有一條白戒 這條白戒 就在這個 在WCA的對面 對面有一條漢仔 到那一天 那一天 就會有同事 站在那裡 幫你們 設備 做小朋友 然後就進去這個門 你們可以不下車也可以 這裡是 給你們下 小朋友的 不可以停車 然後走進去 OK 那我現在呢 如果你們需要 去 教務處 因為可能遲到 那所有的門 就會關掉 如果你們遲到 那你就要來 學校的大門口 要寫著檔暗鈴 那這裏是學校的大門口 那這裏呢 就有個門鐘 的 OK 那 按了鐘之後 就會有一下 很小聲的一下 你會聽到 秘書會開門 即是按 你要拉開 那如果我約了你們 來幫忙的那些家長呢 你來的時候 就不要按這個鐘 喔 因為呢 秘書他們很忙 那我就會 約了你那個時間 我就會在這裏 在裏面這裏 等你們的了 OK 我準備錄 另外一個影片告訴你 如果你在華城論街 和小朋友上學的時候 是怎樣呢 喔 OK 我們還錄之前呢 想說回 放學呢 都是一樣 放學都是去回剛才的操場 最直接的方法呢 就是剛才說的 Clay街 那裏 OK 在剛才說的排隊 那頂方接放學 有些人 都沒有 有些人 放學 在這邊 所以 那些細節 有些人